影鞋杠落井下石 男子荡街被奏婚路人竟趁机行窃 美国纽约市18日发生一起街头犯罪 一名男子遭人奏婚后倒地步行 随后经过的路人不仅默有报案或叫救护车 反而趁机洗劫被害人 根据纽约市警28日公布的监视器画面 被害人在布朗克斯、布朗克斯的一处十字路口 被两名蜥蜴男子找上 并遭其中一人荡面一拳奏婚 行凶者离去后 另外三人走到被害人身旁 趁被害人步行人事 将他的手机、证件及随身材物洗劫一空 出拳二人组后来返回现场 先跟偷取财物的路人有过短暂交谈 再用手机拍摄受害人的照片后转身离开 在警方公布的影像里 还可见到出拳凶贤与同伴机长庆贺 被害人被送到临近医院救治 被诊断出颅骨骨骨折与脑肿胀 还无法睁眼或跟家人讲话 出拳二人组中 已有一人主动投案 警方目前向未公布犯案动机 并持续清查其他涉案嫌犯的身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